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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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溪河盘出 种下了因果 世间的奈何 明明就割 倘若燃尽星火 总共守天下如何 历历古墨 唯有相思寄托 我念着你 深深寂寞 无面中停泊 人间烟火 星河暗涌 沦陷与你流转眼波 我念着你 四山石盆 奈何脚边过 看月色成夜 云你佳佳佳佳佳佳 一高楼望我 看月色成夜 云你佳佳佳佳 一高楼望我 小侯爷 好久不见啊 任大人 这任大人深明大义 为本侯爷洗脱冤枝 没有的是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生死之交 能够帮助小侯爷 是任安乐的荣幸 小侯爷快跑 太子殿下要抓你 小侯爷 我说的不是那儿 这儿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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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小侯爷这是要去哪儿啊 瞧我这脑袋晃了 他还有个帮手呢 小侯爷到我这儿来 我来帮你 放开我 我老师的 快放开 放开 老师的 殿下为何抓我 殿下没有理由抓我 我为何抓你 你心知肚明 我爹是钟义侯 我是小侯爷 血沙不能抓我 荒唐 你个古奇事啊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呢 他的父亲乃是当今圣上 抓的呢 就是你 殿下抓我就算了 你又是谁啊 你为什么还敢打我 你放开 老师的 就凭你带头惠世舞弊 又当众辱骂学子 谁看了不想打啊 诸外 我说的对不对 快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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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侯爷 快跑啊 我说的是你 我说的是你 我说的是你来保护啊 小侯爷 人太多了我接不了你了 你自首多佛啊 不 快去 别打了 要不要一起 殿下 瞧这默契 你和安乐姐 真是天生一对好 天生一对什么 一对 好搭档 你也应该摔一会儿 你来你来 打的就是你 小侯爷 小侯 事可而止啊 可别把人真打死了 好嘞 事可而止啊 来来来 事可而止 我 轻点儿 轻点儿打 那可是小侯爷啊 那可是小侯爷啊 太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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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青龙钟啊 数十年来 从没被敲响过 这黄 黄大人 宁愿受这三十大板的责罚 并赌上自己的仕途来敲钟 想必这冤情 不浅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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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寺少卿黄埔大人携大理寺几十名官员 敲响青龙钟 恳请陛下下旨 彻查武蔽案 陛下呢 说是拿着折子去见陛下了 可是现在 一众大理寺官员敲响青龙钟 这事啊瞒不过去啊 仁安乐坛来者不善哪 想不到 他一介水匪 为了能够爬上太子的龙床 还真的敢开罪侯爷 这一次是我大意了 李游 备车 送侯爷亲自去见陛下 是 事物一致 侯爷立刻去见陛下 亲自向他请罪 侯爷立刻去见陛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殿下和任大人审理别好 我只管最后的定型建议 今天的主审官 当然得是太子殿下了 我呢就是一个插客打混的 太子殿下 这边请 骆大人 请 把人带上来 带上来 带上来 好 好 等着吧 等小侯爷我从这出去 你们不会有好果子吃 参见太子殿下 诸位请起 谢太子殿下 谢太子殿下 犯人跪下 殿下 他们为什么不用跪啊 他们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啊 你把我也当阶下求来审啊 小侯爷 小侯爷 今日是太子殿下当审 本官人为言轻的 委屈小侯爷了 殿下抓我来这儿 到底有何贵干 顾其善 黄埔大人指控你 涉嫌惠世泄提 你可知罪 我爹堂堂中义侯 有没有惠世 我都能凭封阴入世 我还来作弊干嘛 只有那些低贱的平民 才会在意这区区的惠世 他怎么敢这样子啊 这个古其善 好大的口气啊 全然不把惠世 放在眼里嘛 就是 他说的倒也是实话 这公侯世家的嫡系子弟 皆可凭封阴入世 对啊对啊太子殿下 这可是忠义侯之子 他就算不去惠世 也能当上官 干嘛要舞弊啊 不错 你给我回来 小侯爷 我先回去了 吃吃吃 是 说起来 你跟太子殿下的关系 这么亲密 就算不参加这会事 不是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吗 对啊 我有能力有实力 才不用四处攀附呢 黄大人 你可有古其善泄提的证据啊 太子殿下 这是古其善好友 吴越的证词 吴越 怎么可能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来来 来来来来 你消息倒是灵通得很 吴越昨晚死于狱中 死寻觅而不宣 你却立刻就知道了 吴越是我的好友 他身陷牢狱 我自然关心他的安危 倒是你们大理寺 摆出一份死人的口供 谁知道真的假的呀 可这就是真的呀 太子殿下 您看看 确实是吴越的口供没错啊 那这就奇怪了 既然吴越都已经死了 黄大人又是如何 从死人口中套话的呢 若口供不足以为信 便请诸位 亲轮听他说说 怎么样 殿下 请允许吴越上唐对证 传证人吴越 我说侯爷啊 您现在过来干什么呀 陛下的火还没消呢 赵公公 劳烦你给陛下捎句话 现在是太子在审我的儿子 将心比心谁的儿子谁不心得 侯爷您这话小的可不敢传哪 那我就跪到陛下见我为止 那我就跪到陛下见我为止 您这是何苦呢 您 您 侯爷 来来来来 这是我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他是个人 这个人 这人都是个人 你这人都不是死了啊 师姐 有鬼有鬼 有鬼 小明无怨 参见太子殿下 小侯爷 那人又不是你杀的 你怕什么鬼啊 我人是你啊 吴约 你明明死了 请太子明鉴 我是被冤枉的 小侯爷 我真没想到 你会对我下死守 岂位大人 真正泄蹄之人 是忠义侯之子 古其善 我没有 殿下 任大人 我没有 你胡说八道 亏我把你当做好兄弟 给你诸多好处 竟然敢诬陷本侯爷 古其善满凶杀人 意图置我于死地 你不是没死吗 任大人 我没有 这下任正落实了 看这胡小胡爷 怎么办 白日诈尸 我安乐姐安排的 的确是出好戏啊 那是当然 殿下 古其善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从考官那里得到了 尸体答案 只是他太过招摇 时时炫耀自己 一定会高中三元 被旁人言语相机 便在酒后将答案散给 一众纹固子弟 殿下 我没有 他诬陷我 口说无凭啊 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 那以前不学无术 就不能以后奋发进取了 就不能在会社上 一鸣惊人了 就是了 那本大人以前还是水匪呢 你信不信啊 然了 顾其善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舞弊 想必定能说出卷上试题 成试题 小侯爷 机会来了啊 这个试卷 是太子殿下从一堆试卷中 找出你的那一份 你现在只要把这试卷中的内容 给背下来 太子殿下定会当堂赦免你的罪 并且肯定会亲自把你送到 中义侯府 而且会向中义侯请罪 如何 好啊 太子殿下 我说的对不对 正是 侯爷 陛下有请 侯爷 微臣 参见陛下 赛 때 是 殿下 鲮 殿下 太閃了 了 去 acid 也得要停 但是太子殿下 这房梁过长 房屋就会埋下隐患 稍有不慎 就会变成这个下场 凡事 都要有个规矩 过游而不起 云年 你说是不是 谢陛下提点 云年啊 起来吧 陛下 你儿子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定论 三思会审 朕相信 太子一定能够秉公办理 不会冤枉你儿子 你也知道 太子最是刚知不阿 等有了结果 朕自会定夺 你不相信太子 还不相信朕吗 但凭陛下定夺 朕 朕 殿下 考试说我太过紧张 哪还记得自己写过什么呀 都是胡乱答题 这 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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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 能理解啊 这小侯爷记不住题目 很正常的 毕竟这次的提出的是有些晦色 对 叫什么百姓之道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不是 这题我当时看了老半天 我都不知道怎么答 古其善 这次试题里根本没有什么百姓之道 试题内容你记不清也就算了 连题目你都弄不清 还敢说这次试题是你自己答的 神安乐 你居然敢框我 我如何省人需要你来教我 古其善 会是舞弊你招还是不招 招了又怎么样 我不招又怎么样 拿了试卷给了吴月又能怎么样 我贵为侯府嫡子区区无弊案 你罚我呀 古其善 你说 是你 拿了试题给吴月 我就是解题了 怎么样 好 既然你都已经招了 那我们就拔出萝卜带出泥 主考官这死是怎么回事 这跟他死前的遗书 似乎有些对不上呢 小姐这声金唐木啊 嗨得可真小 看来她是憋坏了 扮猪吃老虎 还真是个脑力活 我就不太行 所以天天才被殿下耳提灭命呢 是谁刚才说自己有实力来着 那得看跟谁比 跟殿下和安乐姐 我自然是比不过 要是跟你 妈 我觉得我 人不是我杀的 够了 证据确凿 在此我宣布罪人古其善 会是舞弊泄露答案 逼死恩师 企图杀人 杜大人 依照大经律例 古其善该当何罪 是 回太子殿下 科考舞弊 自是死罪 拉下去斩了 殿下 这只是科考舞弊啊 看在我父亲为大经立下 和马功劳的份上 饶我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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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其善 其善 即便你是侯府嫡子 也没有资格毁掉天下人 对会诗的信任 是 是 是 我大经学子 十年寒窗苦毒 层层考试得来的会诗七回 在你眼中却等若必喜 你当我大经的会诗是什么 是什么 太子殿下 你告诉他是什么 会诗 乃大经举贤选材之根本 会诗乱 国本亦乱 若无会诗之志 选材纳粮安抚民心 焉由我大经数十年的太平之事 说得太好了 听明白没有 听 你听见了 看看这大堂内的大理寺中官 有哪一个 不是苦毒数十年才能官袍加身 若 若非感同身受 他们何苦为了一桩案子的真相 赌上自己的前程 再看看堂外的大经学子 又有哪一个 不是凶藏锦绣满腔报复 若非存着对未来的息迹 他们何苦久候于此 只求一个公道判决 不许 苦其善 你于会事中舞弊 还散播答案 逼死李崇恩 又试图杀死吴岳 加之 态度恶劣 咆哮公堂 藐视律法 本殿下剥夺你举人之身 判 秋后问斩 来人 押下去 殿下 不要啊 殿下 不要啊 殿下 不要啊 放开我 殿下 不要啊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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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好 快点好 殿下赢你 快点好 快点好 好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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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来或许有家境之别 但我相信 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 一定能够改变当下的际遇 你们乃我大惊未来之栋梁 望诸位 在接下来的会事中全力以赴 一而锦绣前程 助力我锦绣和山 好 好 谢谢殿下 谢谢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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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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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安乐姐说 这个案子总共分成三步 分别是引蛇出洞 顺水推舟 关门打狗 这后两步我倒是都明白 只是这第一步是什么意思啊 这招引蛇出洞 是建立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上 以假的无生出真的有 是不是你也曾怀疑过 那些小超出现的时间地点都很诡异 简直像是造假 对不对 对 其实啊 其实什么 那就对了 走 原来是这样啊 不对 那殿下碰到安乐姐 这处境不会有点危险吗 殿下对我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还不错 殿下这是肯定我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升上一级了 任安乐 你破获舞弊案有功 陪张要被免职 眼看着你马上就能取而代之 升正三品 又何苦在意区区位分啊 看来我跟殿下公事公办太久 殿下已经忘了我为何要来京了 我可是在金鸾殿上求聘 千里迢迢来赴约 我可都是因为仰慕殿下呀 任安乐 我见过你海战 也见过你处理公务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殿下不相信我喜欢你 你不必拿我当皇子 你豪气云天聪明过人 也就只有那些肤浅之人 才会觉得你是真正的草包 骆大人 既然殿下肯陪我演完这场戏 他是不是把我当作亲近之人了 任大人 那我也陪你演完了这场戏 你猜猜 我是否把你当作亲近之人 你这个人生性比较冷淡 如果肯陪我的话 自然是把我当作亲近之人了 不过如果在水战先遇上你 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 而是刑部尚书 任大人 骆大人容不得别人开这种玩笑 见谅 太子为何要替我道歉啊 骆大人 骆大人 全情成语的钟叶猴 可是被狠狠打得一巴掌 是被我仁安乐打的 你就这么走了 不给我开课庆功宴啊 你是怎么跟这种人相处的呀 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 骆大人一开始便与别人不同 当年紫园入京 骆明熙作为侍卫 陪同一起 只可惜眼下这骆大的京城 也就只有我和他 还能聊聊故人 聊故人 这种事太子殿下都能跟我说了 是不是说明我们又亲近了一些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离这里也近了些 骆安乐 你到底是 到底什么 太子殿下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这黄大人真是没有眼力气 真是 太子殿下刚刚想说什么 我们继续 你什么时候和黄大人前往的 殿下明日陪安乐去临香楼 我再告诉你 这西山白鹿真不错 也就只有你骆大人 还有贤卿雅致在此品尝啊 如今太子殿下身边多了个得力助手 我自然可以稳坐台山 你与他倒十分熟悉 殿下如此在意此事 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 我只是意外 这仁安乐同你初次见面 竟能得你亲眼 殿下有话 不妨直说 帮个忙 好 调查一下任安乐 殿下的意思是 不信任任安乐所求 真是太子妃之位 任安乐有勇有谋 一个太子妃之位 不值得他在科举案中 如此大非周周 好啊 那我便替殿下寻一个答案 我以前误会任大人草莽不知 经此案之后我才发现 任大人凶有秋鹤 实乃良人的 任安乐 任安乐 我有正事要问你 殿下说的是我们的婚事 我知道 您有事瞒着我 殿下这意思 是希望我能够对你知无不言啊 我既然选择信任你 我既然选择信任你 也自然希望我 你能够信任我 安乐现在满心想的自然是怎么当上太子妃 到时 太子殿下便会窒息我的心了 好 侯爷 侯爷 陛下怎么说啊 陛下说 秉公办理 我万般求情 只落得个流芳的结果 那我儿其妃没救了 后颜 其事也就白白地折在里面了吗 任安乐呢 他 他办得大案 自是深得陛下伤势 拿我儿子当垫脚石 我堂堂中医侯 竟然被一个女顺妃给耍了 侯爷 夫人 你放心 我定不会让任安乐好过 侯爷 太子殿下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改押人安乐有 你怎么看 用眼睛看 那你怎么想 不值得想 上次我没压榻 这次我就要压原安乐 对 压榻主 没错啊 你快点 你快点 各位江湖朋友们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 你们应该也都知道 这场赌局的前因后果吧 知道 一开始呢 大家都以为我任安乐 是当不上这个太子妃的 但是就在今天 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跟太子殿下 做了一个很好的约定 以后只要我每完成一个任务 太子殿下就会让我的位分升上一级 太子殿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承不承认你这个诺言 我当然不承认 看 凤姨 凤姨 太子殿下自然得承认 不然 太子殿下想要收拾这赌局 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 各位 我今天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科举舞弊案 所以我的位分从这里 升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 我离太子妃又进了一步 谢谢 谢谢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给你们带来希望 我任安乐一定会为大家 赢得更多的钱 去押我吧 多押一点啊 多押一点啊 押忍安乐啊 押忍安乐啊 这下妥了 拿多点钱投我啊 肯定能赢 十倍十倍的赢 任安乐 够了 这是我家的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 说够了没够啊 压多点啊 押忍安乐 押忍安乐 太子殿下 押忍安乐 押忍安乐 太子殿下 我今天特别地开心 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 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把戏 任安乐 我今日不负你的面子 既是因为你出破大案 立了威名 也是因为你惹了钟义侯 输了仇敌 今日有我站在你的身边 既能助长百姓 对你的敬仰和信任 也能让钟义侯的手下 不敢轻举妄斗 至于其他的 你别多想 殿下 殿下 陛下旨意到太子府了 请您尽快回宫 别忘了我的庆宫宴啊 陛下 太子殿下 陛下 臣听闻 您判了古其善流行 可是按照大经律法 其罪当初啊 坐 先喝茶吧 太子 你现在能喝了这杯茶吗 若是此时急于喝茶 便会烫伤自己 先放放再说 不急 陛下是说 钟义侯 他手握重兵 盘踞江南多年 你和仁安乐刚刚敲掉了他的大理寺 现在又想杀他的儿子 你须知 狗急跳墙日便是恶狗伤主事 你呀 就是做事过于心急 不过现在仁安乐在你身旁 倒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朕是觉得他在你身边是件好事 君子藏气于身 需待时而动 谢陛下辞交 如今你齐开得胜 我该向你道一声喜 怎么样才算得上胜呢 古七山从秋后问展改为流行 数条人命 百官死见 万千考生血泪迎进 还是抵不过龙椅上那位的 一声人情罢了 你须知韩仲元 本舅多疑 在他眼中 一个听话的奸臣 远比一个正直的忠臣来得重要 对了 你的舅友 镇守西北的安宁公主 再有几日就要进京了 帝家与韩家的旧事 与他无关 但说到底 他毕竟姓韩 到最后 你的计划他总会知晓 我明白 如今这科考武宾案 办得太过顺利 韩业已经对你起了疑心 所以 他委托我来调查你 三万水师只为求聘 若是这位储君韩业 能这么轻易相信 那他就与这茶楼里的 听客无异了 但你在忠义侯面前 已经暴露了 这可有些棘手啊 放心 我早有准备 我早就有死 我早就会打出 你还要走 你还要走 你这辈子 你还要走 我还会走 你还要走 你还要走 我都要走 你还要走 小姐 无妨 还有后招 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还敢玩行刺 袁叔 速战速决啊 好嘞 小心左边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吗 我 我没事 安拉姐 没受伤吧 哎呀 明明人家是要来取我的命的 没想到我倒是无人顾忌啊 谁说的 我们殿下很关系安拉姐的 你看 都叫我们贴身示威来保护你了 袁叔 别打了 他是太子的侍卫 自己人 太好了 这袁叔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自己人都打 他一碰到高手就高兴 再来 若非我刚刚说话了 一招就能制服你 别走 君子藏气余身 带势而动 其实陛下说得也没错 若不能斩草除根 那便不能贸然行动 话虽如此 可我只怕和清难思 此次陛下的决定 若是让我有些失望 对了 任安乐你调查得如何 表面不急 但凶有秋鹤 他涨三万水师 保一方太平 要不是闲着没事干 那心中怕是少不了 一些念头 他有报国之志 他有报国之志 为了在京中施展拳脚 有个倚寇 才有 既然殿下明白 何不顺势而为 何不顺势而为 殿下 怨叔怨亲来了 叫他们进来吧 嗯 进来吧 太子殿下 骆大人 嗯 我家小姐 让我们来给殿下道谢 昨夜有人行刺我家小姐 多亏殿下派人保护 我们家小姐才没受伤 什么保护啊 明明就是监视 啊 什么叫做监视啊 殿下他明明 既然任大人身边 有高手相护 就把简从叫回来吧 是 殿下 我家小姐正在灵香楼等着 请殿下前去一宿 这举棋且留着 改日再下 哦 哦 殿下你来了 快来 你在研究大理寺卷宗啊 对啊 我要早日把这些大理寺冤案 一个个全都翻出来 这样我就能早日当上太子妃啦 嗯 顾其善 该流行了 哎呀没事 来水方长嘛 不过太子殿下因为此事 就觉得愧对于我 其实我也不知亏 那今天这桌酒席 就当是太子殿下你请喽 快坐吧 我今日 还为殿下安排了一场好戏 若 若 孤注一致 这颗心怎能安放 请我所有脸 其锋芒 你一丝心伤愿 只渴望不可念想 好无尽此舍 又何妨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远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寄我 你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为光晴尽了我 若死无悔 乃世重逢如何记得我 我 在金黎芦尽了我 你以为你的父亲 也像一个人 只能为你 country 乃世重逢何唆 我太唇为你 一身风雪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远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紧握 你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微光醒醒了我 若是无悔来世重逢 如何记得我